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亡国 几乎都经历了开国、强盛、衰败到灭国的过程 大多数的亡国的灭亡和消失都是有史可查的 有机可寻 但是有少数的亡国突然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比如说亚特兰蒂斯、印加古国、古阁、玛雅 在这里面有一个和世界上其他诸多神秘消失的亡国不同的一个国家 而你现在还可以准确地知道它的位置 这座王城的遗址就在距离西藏阿里的嘎达扎布让区 三到四千米处 位于象泉河南岸的泽布兰村附近的一座黄土山上 它就是古阁王城 千百年来藏族人民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 一直是一块令人神往的神秘土地 在这片最接近天空的土地上 一个个陈旧非凡的文明和绚烂多姿的文化纵横演绎 强大的吐蕃王朝之后 在西藏的西部地区 有一个名为古阁的王国 在此雄霸了六百余年 史书记载中 古阁王弘扬佛教 古城文化发达 抵御外敌不屈不能 在中华文明和西藏历史文化传统舞台上 留下了浓墨的仲彩 然而这个神秘的王国很少为外界所知 辉煌一时之后 于距今三百年前 古阁王朝突然的由强盛转衰 瞬间的消失于高原的沙海之间 繁华的城市和宏伟的寺庙一夜消失 留下了那些曾经辉煌无比的遗迹 古阁从此就成为了 西藏神秘地域的谜中谜 古阁王朝大概于九世纪建立 其前身可以追溯到象循古国 之前宇哥讲过 是早期历史上的古国 建立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 于六百四十五年亡于吐蕃王朝 空前强大的吐蕃王朝 当时统一了西藏 在吐蕃统治者 朗达玛统治期间 灭佛悔寺 所以不少的僧人为了避难 远赴西部地区 就进入了阿里地区 那么阿里邻近南亚 中亚驻地 深受大石印度的影响 加上了又是本教的发源地 就成为了当时各种力量 各种思潮的汇聚之地 在八百四十三年 朗达玛就被一位僧人所杀 不久之后 西藏各地起义 所以吐蕃王朝迅速瓦解 西藏先后就出现了七个大大小小的王国 进入了多藩王割据的时期 那南亚的两个儿子 为争夺王室相互斗争 一个叫奥宋 一个叫云丹 而奥宋之子贝考赞 被奴隶起义所杀 所以贝考赞的儿子 吉德尼玛建大势已去 便带着三个大臣和部分的随从 逃往阿里 娶了当地的首领的女儿 后来吉德尼玛将阿里地区一分为三 分给他了三个儿子 而骨骼王国就是第三子 德祖滚的分地 从血统上来说 骨骼就是土藩政权 在西藏阿里地区统治的延续 其统治的范围最鼎盛时期 遍及阿里全境 这也是骨骼王朝的由来 到了17世纪结束 骨骼前后世袭了16个国王 在立国的大部分时期 骨骼政权稳定 经济发展 骨骼人的生活也趋于温饱小康 而在文化方面 骨骼便得到了长足的修养和发展 特别是在佛教文化方面 骨骼王朝十分的崇尚佛教 曾多次派人到克什米尔学经 翻译佛经达一百多部 与此同时 与佛教相关的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 也迅速的发展 成为西藏地区的一个重要文明 而且在1042年 印度高僧抵达阿里地区 使阿里地区成为佛教复兴之地 骨骼的住宿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山坡上是达官贵族的住宿 山坡下是奴隶的住宿 有洞穴的则是僧侣修行的地方 所以这样陡峭的山壁作为屏障 要爬上山顶比奔天还难 那么骨骼人自己又是如何上山的呢 原来聪明的骨骼人在山体内 修筑了许多的暗道 暗道中的类似窗户的洞 既为采光又可以用来防御 又可以爬高 所以这些暗道迂回曲折 可以直达山顶的王宫 而王宫总是高高在上 一方面是为了防御 另一方面象征着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利 骨骼王的统治中心呢 在扎达象圈河流域 最北界可达经克什米尔境内 斯诺乌山 南陵印度 西陵拉达克 最东面一度达到钢底斯山路 所以骨骼城扎不让呢 就位于扎达县城象圈河南岸 而它的遗址呢 有相当大的规模 从这个大规模的城市遗址来看呢 可以想象数百年前的西藏的 那个离天堂最近的土地上 这个名叫骨骼的王朝之繁荣和美好 此处还是古代西藏对商贸的重要的商部之一 西藏的特产如藏红花 东崇夏草等各种药材 金矿银矿 出产的贵金属原料 以及金属原料加工的佛像饰品 都源源不断地走向中原 乃至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同时中原与世界上的商品 也就透过这个商部 流通至西藏的各个区域 因此呢 才有了骨骼王朝 长达数百年的稳定富有 比如大唐西域记中就记载 波罗西摩卜罗国 在此国的北京的大雪山中 有一个名为苏伐赐农渠弹罗的国家 因为出产上好的黄金 唐人呢 也称它为金氏 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就是 东西长而南北窄 他们却不识政治 只知道征战和种田 这里的土地宜种卖 还有养畜生 有许多的牛马 气候凌冽 人们的性格呢 也十分的暴躁 当时的唐玄藏就认为 他的地理位置呢 就是骨骼国 这个国家物产丰富 人民淳朴都兴奋佛教 从国王王公贵族 普通的百姓都非常的虔诚 每年的秋分前后数十天里面呢 全国的僧徒 人民都会停止经济 而持宅受戒 所以国家的大小事 也都会听取高僧大德的意见 由此可见 当时的骨骼国呢 是一个佛教国家 据传说骨骼国 以前有一位国王呢 重信佛法 想要外出游历 参访佛陀留下来的圣迹呢 瞻仰学习 所以临走之前 他就叫来了自己的弟弟啊 叮嘱弟弟代理国阵 处理国家的大事 而他弟弟呢 接受了命令 然后为了防止自己把持不住 做出祸乱后宫的事情呢 就偷偷的自己割去了身体的一部分 并用金寒封号献给了国王 而国王不知道金寒中是什么呀 就询问弟弟 弟弟呢就说 等你游历回来的时候 打开呢 就知道里面是什么 国王不明就里 就安排随身的护卫啊 严加的保护这个金寒 不得有失 就这样呢 国王外出游历很久之后才返回啊 回国之后就有人立刻在国王面前 检举揭发国王的弟弟 说大王 你让你弟弟代理朝政 可是他却借机祸乱后宫 行为啊 不堪入目 为人所不耻 而大王一听 大发雷霆啊 没有仔细的审查 就要对弟弟施以言行 就在此时弟弟说道 我不敢逃避自己的责罚 只是请大王打开金寒 看一看里面是什么再说 国王于事件打开了金寒 发现了弟弟身体的部分 可是因为时间太久 已经干枯啊 难以辨认 所以国王问弟弟 金寒忠到底是什么东西 弟弟说 你当初要外出游历 让我代理朝政 我害怕有人陷害 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割下了身体 表明了心计 现在果然有人陷害我 所以请大王明察 大王听闻啊 惊讶异常 深受感动 从此对弟弟更加手足情深 关怀备至 任由弟弟出入后宫 后来有一天 国王的弟弟遇到一个 赶着五百头牛的人 此人正准备将这五百头牛掩割 而得知这一消息呢 国王的弟弟感同身受 触景伤情呢 不忍心看这五百头牛 也受此罪罚呢 于是便买下了这五百头牛 保全了牛群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件善事而感动了上仓呢 国王的弟弟损伤的身体 居然慢慢重新恢复了原样 这件奇特的事情 让国王大为诧异 再加上相信因果报应 便建了一座寺庙 将弟弟的事迹记载了下来 劝人向善 然而这稳定的生活 最终被一场夺权之乱打乱了 在十七世纪之中 古阁王朝因为统治阶级 内部夺权发生了内乱 国王的弟弟引入了 如今的克什米尔的军队 攻打王公 王朝被推翻 所以古阁复灭了 古阁灭亡后呢 并入了拉达克一段时间 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收回 然而这样一个经济富足 文化灿烂的王国 却在一夜之间突然的消失了 是遭逢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呢 还是一次惨烈的战争喜结 还是瘟疫肆虐呢 古阁王朝的消亡 带给人类无数的遐想和猜测 有人认为古阁王朝 在内忧外患的形式下被迫投降 据早期传教士 进藏活动史的记载呢 古阁最后一个国王及全家 被克什米尔人带回国内 关进监狱 至此呢 国王投降的说法更为可信 而古阁遗址的干尸洞里 堆满了无数的干尸 当年的古阁王朝中 有两个势力势均立地 一方呢 是古阁王为首的一个集团 另一方是古阁宗教领袖 为首的代表集团 这两个集团的矛盾日益加深 双方为了争夺势力和地位 关系不断恶化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呢 古阁国王想借助西方传教士的力量 来削弱佛教的影响 此一想法呢 正合西方传教士的意义 由于古阁国王的居民都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 所以葡萄牙的传教士 从印度的古阿来到了古阁国王后 首先就说服了国王 接着说服了国王改信天主教 国王改变信仰呢 令宗教上层人士非常不满 后来人们在古阁国王遗址的藏经洞里 就发现了一个纸壶的面具 而纸壶的面具纸上 竟然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经文 后来呢 就有寺庙的喇嘛 偷偷地和克什米尔人取得联系 僧侣们发动了叛乱 所以克什米尔趁金入侵 与喇嘛里应外合呢 攻打古阁独城 企图推翻古阁王朝 于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攻坚战就此展开 古阁王的独城是建在山上 十分的难攻 而王宫就是防守能力最强的建筑 所以整个王宫只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到山上 其他地方都是悬崖 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 之后克什米尔人想出一个攻城的办法 就是他们强迫古阁的百姓呢 在半山腰修建一座石头碉堡 意图透过这座山和山顶上的建筑一样高 而攻下古阁王宫 然而克什米尔人把古阁的百姓 当作奴隶一样使用 山下的百姓非常的凄苦 就不停地唱杯葛 古阁王听到后 于心被人百姓受苦呢 于是便跳崖而死 这两种说法到底谁是谁非啊 亦或是都不正确 还有待人们去考证发现 西藏的扎不让的北面 有一个叫做鲁巴的地方 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骨骼银眼的神像传说 但是这种神像却没有人真正的见过 藏语中鲁巴的意思就是冶炼人 当地也流传着这个地方擅长冶炼金属的故事 但当地并不盛产矿石 也没有先进的冶炼技术 总之没有人说得清到明 传说和当地的现状到底有什么联系 在世代流传的故事里 鲁巴以金鱼也炼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 据说鲁巴曾经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 合炼成合金 筑成了佛像 其通体如自然形成一般 无任何的接纷 价值超过了纯金的佛像 在当年阿里以托林寺为主持的 下属二十四座寺院当中 其金属的佛像与法器 都是由这些合金筑成的 在各种金栈的工艺当中 鲁巴最为神奇的是名为骨骼银眼的铜像 是佛像中的精品 但是由于传说中的骨骼银眼 从来没有现世现身 所以这种珍贵的宝物 到底是否存在呢 无人知晓 在1997年仿佛谜底被揭开 当年的夏天 中国的考古工作者 在皮央遗址的杜康大殿的考古挖掘中 就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铜像 经专家查证史料多方证实 证明这件铜像 就是传说中的骨骼银眼 而铜像头戴画佛宝冠 两脚交叠缠坐的姿势 位于寿座连台 头身三眼 额上正中眼为纵目 还有各支法器的四条胳膊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铜像的眼睛 三只眼睛的眼球 都用镀银的技法而做成 在金色铜像的背衬之下 金银透亮 银光闪闪 所以考古学家和专家们都嘖嘖称奇 骨骼银眼果然名不虚传 随着骨骼银眼的出土 骨骼王国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骨骼王国的遗址周围 不断的挖掘出房屋 雕刻 洞穴 神像 壁画等遗物 也逐渐揭开了骨骼王朝的神秘面纱 偌大的王国留下了 灰红的遗址和遗物 殿堂房屋 445座 洞穴879孔 碉堡58座 类佛塔28座 防卫墙10道 隧道4条 藏洞一处 武器库一座 石锅库一座 大小粮仓11座 避藏一处 木棺土藏一处 总面积达72万平方公尺 由于所处的位置特殊 骨骼王国的壁画深受来自于南亚大陆的各种艺术风格影响 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坚陀罗的艺术特点 这也显示出了骨骼王国的多民族文化 共同交融的风貌 在西藏的托林寺 扎不让 皮央 东嘎等都出土了大量的用金银枝书写的金书 这些金书所用的黄金白银就产次骨骼 金书以文字的形式写在一种 呈青蓝色的黑色的纸面上 一排用银枝写 一排用金枝写 在世界绝无仅有 其奢华程度无以复加 当你站在骨骼城下 开阔的地点向上仰望的时候 一眼就可以发现那些新罗旗布局的建筑中 竟然有半数以上是佛教的建筑 在山坡的西北侧是高高耸立的各式佛塔 看到这些你一定会认为 在过去这里一定是一个佛教圣地 但是骨骼国为什么会消失呢 作为阿里三维之一的渣达 自然也是朝圣者避讳朝败的地方之一 随着朝败者来骨骼国拙见的增加 原本脆弱的项泉河谷的生态环境 就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加之战乱的破坏 水利的荒废 使得当年繁华的都市 就变成了令人生畏的茫茫荒漠 仅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残垣断壁 贪毁的洞穴 青岛的佛塔 所以环境恶化也许才是骨骼王朝 化为浮云的最根本的原因 故事呢 鱼哥就讲完了 以上呢 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 因为有部分未经证实的内容 大家不要太当真哦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 关注鱼哥与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